《蘇格拉里的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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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講的是蘇格拉里的生平 蘇格拉里的爸媽很清楚 沒有什麼祖先的世系 前面講過孔子也有啦 佛陀也有啦 下一次講的耶穌更長啊,還有兩個世系呢,都還引起爭論,穆罕默德也還好,所以他的父親是這個名字,希臘人那時候沒有姓跟名的區別,只有一個字,他說蘇格拉里,蘇格拉里是first name還是last name,那時候沒有,我問過我的一個化工系的同學在哥大念書的時候,我說你們老師是什麼人? 他們老師是希臘人,在美國念完理工科通常英文不會好,為什麼?因為他們的老師全部都不是正統美國人,要不就蘇聯來的,要不就什麼其他國家來的,然後英文講的不會很好,早先在我們念書的時候,念理工的人台灣人去了,台語越來越好,英文越來越差,會落回去,因為大家在實驗室等著做實驗,全部都講台語,無瑕手說越看越多,因為他們的老師是希臘人,他們老師是希臘人,他們老師是希臘人,在美國念完理工科通常英文不會好,為什麼?因為他們的老師全部都不是正統美國人,要不就蘇聯來的,要不就蘇聯來的,要不就什麼其他國家來的,要不就什麼其他國家來的,然後英文 聽的實驗不知道什麼都出現,就到東亞主義館去借武俠小說,我那時候在東亞主義館負責管這個,然後常常他們借書過期了要還,避免罰款都來找我,我可以消單,所以很多人認識我,就是因為我在那兒管負責那個,當然他如果跟我不熟,我是不會消單的,要用中國人的辦事方法,你們認識我就沒問題,有關係就沒關係,沒關係就有關係,對吧?好,那這個父親是這個母親是這個, 有一個人說蘇格拉里在這個太阿太德篇裡面,這不是太重要的一篇,至少我們沒講到,應該講說是我沒講到一篇,講人家不重要不太好,沒講到,老師也沒念過,從蘇格拉里製成母親的名字的意思,展現美德的意思,這個字,大概是這樣的念法,他說他的母親的職業是產婦,所以他要當思想的產婦這個職業來看,母親這個名字, 可能出自蘇格拉里的文學的想像,意思是說,這還真可能不是他母親的名字,他是有個母親,但是為了表現自己的四樣財富,說我母親是那個的,這個不太好吧,把自己母親這樣子搞,好,反正很不重要,那妻子是一個還兩個,當初你們做作業,我不知道你們怎麼查的,反正作業我還沒開始改,開始改就知道,一個呢,就看你怎麼翻,一樣,看你怎麼翻這X,克三西帕就把它克三,克三,克三提佩, 克三提佩,那如果你是X用英文的方法叫三提佩,就是兩個不同的方法,這裡都說他,塞諾芬的就是他脾氣暴躁,這脾氣暴躁有些當然是他性格上的原因,有些是相處上的原因,如果你碰到一個人,老是像蘇格拉里那樣,你脾氣不暴躁的可能性也蠻低的,我們等一下再說一下,有幾個記載,所以我們大部分讀書的人都會以這個記載者的記載, 都不會去懷疑,哎呀,原來取了一個漢妻啊,那有的漢妻是如何養成的呢,那不就是一個懶夫養成的嗎,所以你要有性別的觀念以後,你讀這個,我們以前沒有性別觀念,讀這個,哎呦,將來不要取了一個漢妻啊,那漢妻通常都是我們這種懶夫造成的,他不漢,我們這人就繼續懶了,他漢一下,我們還可能會改進的,所以這個也給各位年輕男女,好好的這個思考 那另外一個太太說叫密爾多,因為這個人,這個研究者說,第二任妻子的說法是不可靠的,所以是亞歷斯多德說的,這也有問題,亞歷斯多德是他的第二代了,孫子輩的人了,蘇格拉里玩是柏拉圖,柏拉圖玩才是亞歷斯多德,所以亞歷斯多德所說的有關蘇格拉里話是真是假,其實是有意義,就像孟子也是啊,孟子也不知道跟孔子差了多少年,然後說孟子說了什麼,說我要繼承孔子, 就跟我說夢,我說我繼承誰誰誰差不多意思,這個東西聽聽就好,不要太認真,他有三個小孩,三個小孩呢這個跟佛陀一樣,對不對,孔子只有一個嘛,一個叫朗克萊,一個叫索弗尼克斯跟他爸爸一樣名字,另外一個叫美涅克賽努,這都非常難念,希臘人的名字非常難念,這個是三個孩子,等一下他會有一個親子關係,只跟其中的關係, 其他人在幹什麼不知道,通常這些偉大人物的小孩都不怎麼樣,你當你小時候你很希望自己的雙親是其中有一個是名人,你出門就好像就很有念,但真正名人的小孩全部都有極高的壓力,因為要比自己的爸爸好或媽媽好,是很難的,如果你爸媽都不怎麼樣,你隨便念一下,都超過他,所以爸媽的跟孩子這個情節關係,好,夫妻關係, 我們來說,就是剛剛說他脾氣暴躁,你看看能不能找到那些原因,有一次克三西帕罵他,然後用水呢給他淋個濕透,他回答說難道我沒說過嗎,克三西帕的雷聲將會在雨中結束,蘇格拉底呢基本上是一個每天沒事幹就到市場上找人抬槓的人,我都不知道蘇格拉底是靠何維生,傳說中他是靠十項維生,像他爸爸一樣,所以你想一個 一個老婆嫁一個老公,這個老公啥事不幹,正事不幹,然後每天出去跟家那個,你不會脾氣暴躁才怪,所以各位男同學引以為戒,女同學也引以為戒,我不知道你們要戒什麼就是,所以我年輕的時候念到了,很簡單,我到現在我還記得,就說哎呀,他在潑拉水他說哎呀,我不是常說嗎,雷聲之後必有大雨啊,我念到是那個,原文是這樣,差不多意思, 好,阿爾吉比亞德說,克三西帕的折罵難以忍受,潑腹的意思啦,他說不,跟蘇格拉底說,說不,我已經習慣了,就好像已經習慣了腳盆上斷斷續續卡打聲一樣,他說你也不介意嘎嘎嘎嘎嘎的叫,阿爾吉比亞德反駁說,不,鵝帶給我鵝蛋跟小鵝,意思說你的太太好像沒一點好處,蘇格拉底說,哎呀,那她是我孩子, 你看這人多會抬槓,這個阿爾吉比亞德顯然是在替他說,哎呦,你這太太真是羞了他吧,那麼兇,啊,幹嘛那麼兇呢,對不對,哎呀,她說她是她孩子的,可見他們的夫,有時候夫妻的情感真的不是你,不是別人能夠想像的,啊,夫妻之間,唐朝說的,夫妻之間有甚於畫眉者,你還能畫個眉毛呢,哎呀,那還有很多不能跟你說的,關了門以後都不能說的,好,還有一次, 柯山西發在集市中把他的外套從他背上斥捨起來,這個要斥捨出來,一定是他走在前面很快,他走在後面比較慢嘛,他還能這樣撕他嘛,對吧,所以你要了解這個,他的朋友建議他還手,他說,是的,以宙斯的名義發誓,啊,因為你們在想,你們想在我吵架的時候,每個人都可以過來抽人了,哎,人很奇怪,別人打架,你就在那邊看,啊,這個以前我看布袋戲就說, 站在高山上看著馬踢來踢去,大家都好喜歡看,你如果在中學看到人家打架,你一定發現窗子都是人,啊,少數同學會去報告老師,大部分人都在那邊看覺得鬧啊,打啊,打啊這樣,啊,如果還有點錢可能就堵起來,我覺得那個矮個子會贏,啊,什麼的,啊,所以這也一樣,希拉人也不是高上的,說打啊,是個那耳,做得好啊,科山西發啊,所以一邊是站在他探。一邊, 然後就真的看人家夫妻打架 他說他跟潑富生活在一起 這潑富顯然應該不是他用的 是他旁邊人看不下去的一樣 跟潑富生活在一起 就好像馬夫喜歡獵馬一樣 《遜漢記》就是莎士比亞的戲劇 大概都跟這種故事一樣 但是正如他們遜服了獵馬之後 他們就很容易對付其他馬匹 所以我和柯山西法待在一起 使我學會調整自己 以適應事業上的其他人 我老婆我能對付這事業上 還有什麼對付不了的人 簡單講是這樣的意思 這個聽起來很阿Q了 但也未嘗不是實情了 當然你最親密的人你都能對付 還有什麼人你怕的人 好 當他其實說你受罪是不公平的 這等一下會講他快死了 大家就看他 說哎呀真不公平啊 你怎麼可以救死了這樣子 他反駁什麼 難道你希望我公正的受罪嗎 我至少受罪不公平的 至少我沒做啊 我是冤枉的 你難道希望我沒冤枉 然後我被關在這嗎 這當然是一個辯論的技巧 因為這是受罪是不公平 難道公正受罪 他當然希望他連罪都不要受 對不對 那這個只是一個表現自己 幽默風氣大度 或者是發瘋的講的話 這個是不對 但是這是安慰人 有時候要這樣講 這時候蘇格拉底歐說 先生們也看了這姑娘的表演吧 真的不能不說 她就是個很好的名證 證明什麼呢 她證明女人絕對不比男人低下 說差的只是判斷事物的能力跟體力 這一點你們當中已經有加深病 可以好好地交給自己的老婆 她需要了解的事情 所以體力差一點 當然看了 如果是城市的男人跟鄉下的女人 如果是這樣比 大概也不會太差 這當然要有些前提 那判斷事物的能力 我覺得有的時候是經驗問題 有的時候是教育問題 所以有時候判斷你會感覺上差一點 因為以前的女人不在外做事啊 很多外界的這種詐騙的事情 他不知道啊 那就像很多老人現在 對於就算在外面走來走去走動 他上網他很多資料他也不知道 所以老人要被詐騙是非常容易的 因為他基本上跟社會脫節 你們很年輕人都知道 哎呀那個電話不必接 哎呀這事情不必理他 老人家不太知道這種事情 所以要上當很容易 尤其網路時代 有網路時代的詐騙方法 那更是無遠佛界 這真的是很可怕 我昨天看到了介紹日本老人被受騙的情況 第十個就是說 假如這是你的想法 這個還得安提斯蒂尼這麼說 他說那麼你為什麼不去教教你這些老婆 柯山西伯 這是普通的翻譯 反倒任由他成為所有當老婆人當中 最為波漢 但是雅典第一漢婦 照我的猜想你是這樣的 他說好吧那我來告訴你 就我所見 想成為好騎手的人 雅典並不是騎馬的人 並不是那麼訓良溫順的馬來駕馭 那是甚麼好呢 他們更喜歡是嫁瑜的性情暴裂的馬 跟前面講法是一樣的 因為他們相信這一點 如果他有能力調教好性情暴裂的家伙 那麽調教其他類型的來講 對他就輕而易決 這恰好與我們遇到的情況十分類似 因為我要解決的是人的問題 我所涉及的是整個人類 因此我就要挑這樣一個老婆 我很清楚如果我可以容忍他的話 那不管別的甚麼樣的人 當我們處理關係的時候 我就不會感到困難 這還是同樣的話 這只是比較完整的拉長的表述的方式 好這番話呢 周圍內人聽來並非完全不遭編輯 不是說沒道理 所以很多人覺得說 在民國初年 有一些有名的知識分子 組成了PTT俱樂部 不是PPT 也不是現在的PTT PTT俱樂部不是你們現在的PTT 什麼叫PTT俱樂部其中有林宇棠有胡適 PTT就是帕太太俱樂部 只是帕太太這個字寫成中文太難看 所以就叫PTT俱樂部 你們現在那個也叫PTT是嗎 難怪我覺得這也有點那麼熟 難怪我覺得這也有點那麼熟 台大監有PTT是網站 以前是PTT俱樂部 所以這個也提供一下 所以這種先生怕老婆的這種情況 好像古今中外都一直有這樣的人 當然被稱為怕老婆的最有名的人 就是河東師吼那句成語的來源 對吧 那戲裡面還有演的那個 對不對 那個人叫陳什麼 陳 姓陳叫什麼 反正就是蘇東坡的朋友嘛 對吧 人家都說知道他PTT 哪有哪有 你亂講 就有人嚇唬 你太太來了 嚇到就好像手剛的掉地上 然後全身打哆嗦 所以我記得我年輕的時候聽過那種故事 有時候呢 你家裡的親戚 年長一點的阿姨就會問你說 哎呀誰是誰啊 你家要娶太太啊 萬一你媽媽 你太太罵你媽媽給你媽不合 你怎麼辦啊 聰明的小朋友到時候 我就把他修了 因為媽媽只有一個 太太就在一起 你知道嗎 這個是母親節這時候 一定要講的這種 宣誓效忠的一種說法 你知道嗎 那至於如果跟女朋友在一起說 萬一我家人跟你媽不合 你怎麼辦 當然跟你在一起啦 老媽反正是要死的人啊 生完我他任務已經完成了 我這一生就是要跟你相處的啊 對不對 你覺得這樣就是個聰明能夠適應的孩子 只要爸媽媽跟太太 不要同時出現 這個就不會穿幫 所以才會有那個說 哎呀你的太太啊 或你的女朋友啊 跟你媽媽掉了水底啊 你要先救哪一個啊 這種這種難題 我教愛情社會學 這個問題被問了N變 我到任何地方去 任何年齡人都非常喜歡我 這個問題 我有一個答案 我就現在不告訴你 我們去看課吧 好 另外親子關係 因為剛剛要講的夫妻關係 是因為你們大概很容易聽到 因為我們在前面 佛頭跟他太太基本上 看不出有什麼關係的記載 孔子跟他太太更沒有什麼記載 所以蘇格拉里有記載 我要稍微說一下 我要稍微強調一下 當然那不是所有聖哲跟他太太的關係 不是 不是 那有記載的是這樣 各位交代如果走入婚姻 不管男男女女 這個都可以當作故事來聽 也可以當作故事來測驗對方 說兒子 朗普洛克萊 就是他的老大 對母親暴跳如雷 如果相信 色諾芬所告訴我們 他當 他使他自愧難當 這裡最好翻譯的話 應該說蘇格拉底 這個朗普洛克萊 使蘇格拉底自愧難當 還是反過來 你就講清楚一點 比較好 不然看上下了 那有一天 蘇格拉底聽到他大兒子 朗普洛克萊 對他母親啪鼻 他就對他說 我兒啊 告訴我 你知道有些人被叫做忘恩負義的人嗎 蘇格拉底真的是 尋尋善誘誘啊 孔子號稱尋尋善誘 在論語裡面真的沒有顯現出來 很可惜 不是說孔子不尋尋善誘啊 我覺得如果像這樣講 你就知道 這個人很厲害 他不是 現在如果有人 那個兒子對媽媽大發脾氣 你想爸爸已經抓完了 你別讓你媽生啊 今天父母親節啊 你還要不要抱財 你還算一個兒子嗎 從小就把人家養大 拜養你了 你這樣把你抽滿一段 說所有的戲都會演 連我都會演 對吧 人家沒有 人家說 你知不知道有人叫做忘恩負義的人 我們當然這麼聰明的人 當然就是講 這不是講你嗎 這少年說 當然我知道了 還在氣頭上嗎 你想 那你知道他們做了什麼事 才被稱為這個媽 才被獲得這種惡名嗎 那我知道啊 這個兒子說 忘恩負義這個名字是 人們加給人家受了恩惠 自己有力報答卻不報答的人 你沒力報答就算了 你有力報答卻不報答 你就是忘恩負義 那麼你以為忘恩負義的人 是不是不義的人 這是蘇格爾最標準的 讓你講到這個 好 那在這種定義上面 忘恩負義是不是就不義 當然了 是的 我以為如此啊 那麼你考慮過沒有 由於奴役朋友被認為是不義的 你不能用把你的朋友當奴才 奴役敵人被認為是義的 所以義跟不義跟奴役沒關係 跟那個人跟你的關係有關係 是不是對朋友忘恩負義就是不義 對敵人忘恩負義則是義的呢 聽起來好像就這樣嗎 難道還有別一樣嗎 好 老人說我的確也考慮過 而且我認為不管是對朋友也好 對敵人也好 受人之惠而不知感恩圖報 總是不義的 你逼他把自己的話說出來 然後你再以自知毛公自知盾 這就是蘇格爾的厲害的地方 既然如此 豈不就是必須把忘恩負義認為是不責不扣 跟絕對不義的事情嗎 這不責不扣 沒有任何前提可言 他說對 這麼一來 受人恩惠越大 不感恩圖報不義 是不是也越大 還沒還沒把底牌掀出來呢 還在講 他表示同意 你們看到有誰 蘇格爾說 從別人受的恩惠 又比子女從母親受的恩惠更多 來了 你前面的前提你都同意了 那你父母的恩惠會不會給你的 會更少嗎 全世界最多就是你父母恩惠 父母使子女從無變而為有 對吧 你這個世界上你怎麼來這世界 就靠你父母啊 他們看到這麼多美好的事物 分享到神明思與人的這麼多的福氣 這些福氣對我們來說非常寶貴的 我們如何也不能放棄這些福氣 國家是對這種最大的處於死刑 所以這個武逆之道是處於死刑 在希臘就這樣 不是中國才這樣 就是因為他們相信 非借這種重大刑犯不足以防止這種不義 當然從費死人來看 你有死刑也不會防止這些不義 這是可以爭議的 當然你不會認為人們生育子女 只是為了滿足情慾 有人就這麼認為的 所以認為跟父母沒有恩可言啊 他當初生你不是因為他真想生你啊 是因為喝醉了酒啊 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啊 有人就這樣這叫非笑論 因為大街小巷滿足情慾的 倉僑基本是很多的 他我們考慮的顯然是 什麼樣的女子可以給我們生育最好的子女 從而我們跟他結婚生育 所以這裡告訴你說 爸爸選媽媽是有道理的 因為媽媽會生下一個好兒子 對我丈夫善養妻子 盡可能豐富的家 生下來的子女提供他的 認為撫養他也有用的東西 這句話很長 就是好好生他 好好養他 生育養育是一起的 然後接下來教育嘛 妻子終於懷胎的痛苦 不顧生命的危險 把自己的養分分給胎兒 最後在胎兒逐月分娩之後 儘管自己沒有事先得到任何好處 還哺育他 照顧他 但嬰兒並不知道撫養他的誰 也不會向他表示自己的需要 應該會表示 就愛哭嘛 哭的大概就是不舒服或者要吃嘛 執著母親的揣測什麼 對嬰兒營養有利 現在當然因為這方面知識比較多 大概有的是照書養 那第二胎以後聽說叫照豬來養 我覺得這比喻不太好 對第二胎很不公平 好 什麼事情他說 喜歡力圖滿足他的這些要求 長期的撫養他 忍受日日夜夜的疲勞 一點也不知道自己會得到什麼酬勞 我碰過年輕的這個爸媽 這個常常就是很滿足 說哎呀 有此萬事主啊 就是睡眠不足 所以這裡日夜的疲勞 那那你幹嘛生小孩了 哎呀你不知道那小孩一小多可愛呀 好像那一笑就解了千仇一樣 我因為沒小孩所以不能夠理解這種快樂 不過有的時候我養過狗 貓 有的時候那狗跟貓都可愛起來 你就覺得一切都值得 撿大便也是 蠶屎觀也是該做的事情 這個是父母啊 那當然是根本的 做的事情更多 父母並不僅僅撫養子女滿足 而是子女一開始能夠學習的時候 就把他們所知道的對子女生活有什麼能夠教導他們 讓你能夠在事業存活啊 做人的做事的道理啊 如果他們知道什麼人能夠比他們自己更好的傳授什麼知識 他們就不惜花費資材 把子女送到那裡受教了 現在還有才藝班啊 什麼的最好的學校啊 總是盡力使你最好的教育 這講半天其實你應該都聽出來 對於這些話少年會答 儘管他做了這一切 而且做的比這還要多得多 但是無論誰也受不了他的壞脾氣 所以他的壞脾氣不僅他先生受他兒子也受 我只受咒事發誓沒有 但他說的話無論如何都不願意聽 說話不好聽 你想一想自從你是一個很小的小孩來日日夜 你說過多少抱怨做過多少頂撞的時候 他心裡難過 當你生病的時候給他帶多少痛苦呢 可是我從來沒有說過或做過什麼叫他感到蒙羞的事情 還狡辯呢 難道你以為 所以說來說你聽母親的話比悲激演員中 在演劇中聽到彼此相罵的話還要難受嗎 演戲當然都會更誇張嘛 但我說演員忍受這些罵很容易 因為他們並不以為說壞話人有無辜他的意思 或者恨恨話人是在恨恨他 好就逼你講出這個來 講的話不會有種名言 你並不是真的有意這樣 好那麼你既然清楚知道母親對你說話沒有惡意 相反到願意比別人更幸福 你又何必感到煩惱了 難道你以為你的母親對你懷有惡意不成 這下你還能說什麼 那不是的 我並不那麼想 好那你母親這樣仁慈對待你當有病的時候盡力照顧你 自己可以恢復健康 使你需要的一無所缺 此外他還為你向神求福帶你還願 你說這樣母親是個嚴厲的母親 在我看來如果這樣母親都是你忍受不了 那你沒有什麼事情是忍受得了的 告訴我吧 還有什麼別人的話別人是你應該尊重的嗎 或者你決心不求任何人的喜悅 無論是將軍或其他任何人 當然不是 那我就不再多說了 最後這段 難道你不知道國家對於別種形式的汪玉富不在意 也不對他們進行起訴 也不管一個人受了別人的恩惠是否感激圖暴 但對於那些不尊重父母的人要處於重罰 不許他擔任領導的責任 因為父母這樣的人不可能很前進的 因為這樣的人不可能很前進的國家獻祭 中國人相信一笑作中在漢朝以後 可是其實一笑作中不是孔子的原意 孟子也不是這樣想的 那這裡希臘人也不是這樣想的啊 他不孝順父母就不要給他領導的責任 所以忠誠必出於孝子之門 這個也是一個扭曲的世界觀 總而言之不僅如此 任何人不好好的給他去世父母休墓 當他做公職的時候 國家還要對這些事情進行調查 這是講希臘 你聽起來不是跟講中國人差不多嗎 不管古代或現在 我兒如果你是聰明人 有人家求神明饒恕你過去 不尊重母親的罪 免得神明把你當作一個忘恩負義的人 而不肯施恩與你 你也應該重視別人的意見 免得他們看到你不盡子女的責任 大家過來譴責你 你就成為一個沒有朋友的人了 因為人們既然看到你對父母忘恩負義 他也會想 如果他們向你詩恩也得不到你的回報 所以我成長過程裡面 包括我在玉老師上課 玉老師的筆記裡面有寫 玉老師的父親教他 教朋友千萬不要教不孝的人 因為他對他父母親都不孝 他會怎麼對待你 所以這個也是希臘也是這樣想的 這不是一個我經常聽到 我們中國人怎麼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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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是人都這樣 好 那我們現在開始講 剛剛那個都是講他的親子關係 跟他的夫妻關係 算是在所有聖者裡面最詳盡的 有記載的最詳盡的 耶穌理論上沒有結婚 教會不承認他結婚 所以沒有夫妻關係 當然更沒有親子關係 他有了只有他的家庭關係 他跟原生家庭 但是他原生家庭如果是上帝那一支 所以也很尷尬 好 那穆罕默德有一點家庭關係 而且他太太很多 每個太太他跟他都有故事 所以也可以講很多 那蘇格拉底的誕生 沒有什麼靈異的地方 他什麼時候生什麼時候死 死了之後呢 說是因為他們用奧林匹亞賽會 我們現在叫奧林匹克運動會 他第一年的時候死的那年 是九十五屆 現在奧林匹克應該不是根據 那時候算了 不然的話現在應該多少屆 蘇格拉底的時候就九十五屆 你想 下次是在哪裡 東京嘛 年終說是有人說七十歲 有人說是六十歲 這一差差十歲 古人反正這方面無所謂了 名字呢 說當時取名為蘇格拉底人 有一個是歷史學家 寫了一本有關阿哥斯的地理學著作 另外一個是 比提尼亞的一個逍遙派哲學家 逍遙派哲學家的逍遙派是 Peripatelic就是散布的 一邊散布一邊講話 這叫逍遙派 不是坐在那兒躺著搖椅 躺著搖椅不是輪椅 躺著輪椅就麻煩 第三個是詩人 最後一個是科斯的蘇格拉底 寫了一些關於神音的名字 這邊講起來好像都沒有一個蘇格拉底 是我們的要講的蘇格拉底 總而言之是菜市場名字 這是總而言之 然後青少年時期沒有任何記載 所以我們也不知道他青少年怎麼長大 就像電影一樣飄兩個葉子 然後就說啊 長大以後 好接下來師臣關係 所以說他爸爸是石匠做雕刻師 所以蘇格拉底有石匠做品問師 傳說沒有一個博物館藏這個 所以各位要造假的話 可以考慮造假 這蘇格拉底雕刻了呀 那天大陸有一個網站 還有書法的網站 我覺得應該在愚人節刊出 說哎呀王羲之的真機出土啦 還有誰寫的什麼序啊 那都假的 而且假的好假 哎你不懂的話你還信以為真 就像有人說 啊孔子就要臨死來 還講了很多話呀這樣 那有一個大陸網站人傳 然後有人知道我是孔子專家 問我一下 說老師這真的嗎 我說一看就知道假的 很多話都是孔子不會講的 因為那很多話是漢朝以後才有的話 而且歷史完全沒有記載 所以寫得像真的一樣 我說你完全達到要點 就是像真的一樣 但就不是真的 我們現在很多人學問他差 辨別能力也差 剛剛講判斷力 我們就覺得很多人沒判斷力 好那這個我就不多說了 因為我們好像還有別的東西 所以呢這個叫美惠女神Grace 很多女人現在還有這個名字叫Grace 上帝的恩典也叫Grace 雕像歸功於她 所以她雕的 教學上面她被禁止教授言辭術 這個人說的 這個表示說這個故事是有來歷 她在公共演講中急難對付 斯洛芬告訴我們 三十建築時代在希臘史上呢 禁止她教授言辭術 所以沒有教學的自由 不能講什麼 好在劇本中攻擊她 她把壞理由說成好理由 這就是那些詭辯學家 死的都能說成活的 新修戰國時代也有 所以這是人類的普遍狀況 人類裡面在不管什麼時代 都有那個很會講話的人 那那個講話到底是不是她真心的 這永遠是個問題 永遠是個問題 我坦白跟你說 我到大陸去在台灣我很少應酬 到大陸去少不了要有一點點應酬 跟同行或什麼 有時候他們講的話 我都不知道是真的是講 說老師你教的真好 歡迎來我們這邊教書啊 這樣啊就沒下文了 我也不知道是真的是講 我當然希望是真的啦 有人願意聽我就願意教啊 哪我都願意去啊 綠島我也願意去啊 他也是第一個論述生活行為的人 他是第一個受審被判死刑的哲學家 可能也是最後一個 可能也是最後一個 好anyway 他不探討自然科學 跟其他的當時的希臘哲學家 希臘哲學家都在探討自然科學 就他不探討自然科學 我非常喜歡這個人 因為這個人很多地方跟我很像 所以有人說你幹嘛講這段 我說因為他跟我很像啊 你就說噗 那就噗吧 確信研究自然對我們生活沒有意義 我這高興到不知道怎麼辦才好啊 這第一類主才能活下去啊 對吧 你們其他類主的人去死飯去 這當然是生氣的話 你應該也知道這不對啊 好探討三個問題 我也覺得是非常重要的問題啊 其實他研究包括一座房子裡 無論什麼是散的或惡的東西啊 這當然開玩笑房子裡面哪有散的跟惡的東西 只有人的行為有這個啊 這是開玩笑的話 不要太認真 何人即便經常被踢 這也是我以前在那個威爾多蘭的書裡面讀到的啊 他在論迷中非常激烈啊 人們經常對他拳打腳踢 甚至把扯脫他的頭髮 所以蘇格拉里的形象 基本上是一個沒有頭髮的人了解嗎 這跟某些人沒有頭髮的故事可能不太一樣 很大的程度上他總是被人鄙視嘲弄 你知道這就是第一個哲學家 也就是現在學哲學人 基本上就是承受蘇格拉里的命運 禿頭是另外一回事啊 我每次看到哲學家沒禿頭 我覺得這個人沒什麼學問啊 對不起啊 這是我的偏見啊 我現在慢慢走向禿頭之路了 各位看啊 所以我把頭髮剃成這樣啊 希望哪一天凸了你都沒有發現 好程度如此之深啊 被人虐待啊 他耐心的承受所有這些虐待 這個人真的是很耐打啊 就是人肉殺包的意思你知道嗎 你打吧 你打吧 你有什麼願意你出吧 以致當他被踢的時候 另外一個人 另一個人對他平靜的承受感到驚訝 你被踢了你不打回去嗎 你不覺得這個人該跟耶穌交朋友嗎 對不對 打你以後 這裡還有打一下 打一下平衡一下 不然我腫著臉不好看 蘇格拉里竟然回答他 說難道我應當遵守驢子的法律嗎 他當他踢了我的時候 迪米特里烏斯就說了這麼多 這這個人講過 我年輕的時候 那段話我寄到今天 就說 驢子踢你你要踢回去嗎 這句話對高中的我的影響非常大 比那個什麼打你左耳光 你右耳光給回去打 驢子踢你你要踢回去嗎 如果各位同學可以好好的思索這句話 這句話對我影響很深 我後來就決定很多事情 就不要以牙還牙以眼還眼 你也不要期待 你打我右耳光 我左耳光給你打 我沒有 我反正不踢回去 但是我也不會讓你打我耳光 所以這是從蘇格拉里的生活上學來的 他討論是為了發現真理 我覺得這地方非常好 他老年的時候待在國外 這個熱切的 與任何人願意跟他交談的進行辯論 我是不喜歡辯論的人 蘇格拉里非常喜歡辯論 他的目的不是要改變他們觀念 而是要發現真理 你剛剛看他跟他兒子都用這種方法 循序漸進的方法 所以這個其實是一個最好的教學方法 但是大陸老師在後來的教育體制裡面都做不到 因為人太多 不太可能這樣做 好 好 尤里比德斯論文幽默的評論 這段話 我也受益匪浅 我也看過人家這樣講 不是蘇格拉里 說 歐里比德斯這麼一個人 曾把赫拉克特利特的論文送給他 你參考一下這個論文 詢問他的看法 看完以後什麼感想 他回答說 我理解的部分是卓越的 而且我敢說我不理解的部分也是卓越的 但他需要一個提落潛水員到他底部去 你聽懂嗎 如果你聽不懂這是對的 評論人不能讓人家聽懂你是怎麼評論他 哎呀各位你不在這行混啊 這行充滿的講話你聽不懂的人啊 那孫老師的文章你覺得怎麼樣 孫老師文章真的是我理解的部分 真的都是卓越的 我相信不理解的部分也是卓越 為什麼你不理解的部分你要相信他是卓越的呢 他說我老實嘛 可是呢需要一個潛水員潛到他底部去 那有底部嗎 孫老師文章可能就那麼潛 根本就不需要潛水員 那個文章就沒深度 罵人不就這樣罵的嗎 小心啊我不需要你學那麼刻薄 但是出來的話 這個教學上面有人講 他講這故事這沒有他在裡面 又有他在裡面 但是講這故事到底是什麼意思 那文章到底是好是不好 好你怎麼讚揚他 不好你怎麼不要批評他 讓他覺得太過難過 這是一個怎麼樣安慰一個失敗的人 這是一個很大的技巧 怎麼樣安慰一個失戀的人 怎麼樣安慰一個要考學校沒有考上的人 怎麼樣安慰一個要申請什麼學校沒有申請到的人 這個在你生活中你都會碰到 或者你怎麼樣覺得是被安慰到 好他注重鍛煉身體 保持良好的身體狀態 我看他的身體狀態 跟我的狀態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也是一個微禿的肚子 我的微禿肚子就看最近吃的甜點的狀況 會弧度會不太一樣 第二據說他對阿爾爾基比亞德的美麗表示親戀 有人懷疑他們兩個是同性戀 或者有同性戀的似的行為 因為在另外一個會影片裡面 阿爾基比亞德斯一進來就撞到蘇格拉里的懷裡去了 當然那是喝完酒的事情 男人喝完酒能做的事情 有時候是超乎你想像之外 不喜歡旅行也不像大陸哲學家他不需要旅行 除非壽命遠征這樣 我也是個超級不喜歡旅行的人 我到大陸去哪裡演講 我說竟然給我拍活動 我不要演我不太喜歡 你要不要看博物館 我不要看博物館 看博物館很麻煩 就在那小地方這樣走 你還得像杯子這樣看 看什麼你也看不懂 可是你得待個30秒以上才同一個地點 然後最後還有一聲怎麼樣美吧 你回答就說謊 你不回答就是用氣音阿 用表達這樣阿 我累了我坐在那看一下 聽說還戴望遠鏡 你就坐著就可以這樣 遠遠就看到那一幅畫 就不必這樣湊過去了 還有單筒的你知道嗎 有一個什麼專有名詞 我現在都齊備 我這個月要去湖北武漢 有個湖北省博物館 有曾侯以編中 號稱一定要去看 但目前我好像有的時間 是早上還有禮拜一 人家禮拜一閉館 所以如果禮拜一去不是很尷尬嗎 我一定說 哎呀真可惜啊 來了三次都沒進去 自己就偷笑 不喜歡旅行 我逛美術館只有對於 我對故宮都不太有興趣 我對羅浮宮有一點興趣 健康生活 他生活非常有條理 在雅典發生幾次瘟疫 他是唯一沒被傳染的人 他趕快就放毒的人 對不對 在這正談片裡面 那活下的人 常常就是要被懷疑的人 你怎麼第一個到現場的啊 對吧 放火的那個 買你還有現場照片啊 有幾個這種重火狂的電影 就是這樣啊 然後第一個到現場 就是放火的人 特別是那個你到了現場 他還在現場 你把那現場人照一下 凶手就在那邊 我本人看這麽多MG的心得 就瘟疫中唯一被傳染 我覺得這太誇張 不可能唯一嘛 對不對 其他人一定也被傳染嘛 好 擅長說服跟英才施教 我就不多說了 這邊的細節 我們剛剛講那個 大概就可以抓到重點 他有參加過戰爭的經驗 所以他不是只有一天到人在市場 跟人家吵架而已 這我也不多說了 這個你都已經看得懂 忠於民主 這點等一下我們再講他的一些 這個 他的在監獄裡面 簡單講 他被關了以後 要被判死刑 他的學生裡面 就有人跟他說 老師我已經聯絡好走私的船隻 你就願意嗎 我也買好的獄竹 咱們就走吧 他就堅持不走 堅持不走 理由是要遵守亞比亞的法律 我覺得這點是很少人注意到他的這種 當然很多人就說 哎呀他年紀大了 走了也是死啊 周車勞亂 與其死在海上 然後變成為是通緝犯 不如死在監獄裡面 這個永垂不行 我覺得不是的 我覺得有一個忠於民主的這個事情 是很少人聯絡理解 惡法易法呀 對他來講 這是法律 大家公領 我就要遵守 我到現在我們號稱民主時代 我常常也聽到看到或思索到很多人不守法律 包括我自己 過馬路的時候 只要沒有人我就過了 我幹嘛等紅綠燈呢 我傻呀 好 對於送禮的態度 這想稍微說了一下 因為你們現在都沒有送禮的習慣 你將來可能會有機會送禮 他非常獨立 而且品格高貴 所以帕菲拉在他的平柱及第七卷提到 阿爾基比亞德又是這個人 曾送了一大塊地給他建房子 然後他回答說 假定我需要鞋子 而你送我整張獸皮 那時候鞋子是從獸皮之後 並用他這張鞋 那麼我讓我去接受他難道不可笑的 什麼意思啊 當他看到很多代獸的時候 這個意思說 你這樣要送我一塊地 讓我建房子 不如你送我一塊地 接把房子蓋好 對不對 你建了一塊地 叫我去蓋房子 這什麼意思啊 不還叫我勞動嗎 當然他可能是為了拒絕收禮 故意講這個理由了 所以你要送就送一張鞋 幹嘛送一張皮呢 當他看到很多代獸的物的時候 他會經常對自己說 我不需要的東西竟然有這麼多 他總是不斷引述這樣的詩句 紫色的長袍跟銀子的光亮 更何演員所取 而非無所需 這無就是我 好 那對這些人呢 波波波波這些人表示輕蔑 因為他拒絕接受他們的禮物 或拒絕他們的宮廷 好歹他在詩長當邊呢 也受到了一些重視 被重視以後呢 有很多人也希望利用他 當他們傳承統啊 或者輔助的大臣 他都拒絕了 對待朋友 他常說他這樣一點感到奇怪 當你問一個人 他有多少綿羊的時候 他就很容易說出準確的數字 但是他竟然叫不出朋友的名字 或說不出他有多少朋友 可是他給你朋友的價值非常少 我每次看完這段 我都覺得好慚愧這樣 自己想想這個什麼朋友 臉書的朋友就不用說了 臉書的朋友常常都不知道他們是誰 還有人有五千個臉書的朋友 不是嗎 我是跟你說過 我身邊有兩個人已經朋友爆滿 你塞不進去 那是我早些還用臉書的時候 這樣我根本就不用臉書 好他看到歐基里德 罷名幾何學那個啊 對爭論懷有熱切的興趣 於是對他說 你能夠跟智者相處歐基里德 卻根本不能跟人相處 因為如柏拉圖在歐序德末篇 這是另外一個 不是我們剛剛講的 歐序佛洛篇 都表明他認為 這類吹毛求癡的東西 一點用處也沒有 沒有一點用處 有人對他說 難道你有沒有發現某人非常無理嗎 他回答說沒有 因為一個巴掌拍不響 所以這句話都是我覺得 我在很年輕的時候 覺得受用無窮的話 一個巴掌拍不響 真的 對待奴隸 那時候是有奴隸 卡爾米德曾經送他一些奴隸 讓他可以依靠他獲的眼神 他謝絕 很難啊 那時候大家都有奴隸 又不是像我們現在 你要是有奴隸 你不是奴隸主 名聲很差的 那時候大家都有奴隸 他可以謝絕 這都是看起來是個很普通的行為 現在看都可以算是高峰亮節 他說善只有一種 那就是知識 知識跟善 同樣惡也只有一種 那就是無知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很有啟發性 我年輕的時候真的光念到威爾都來那個部分 我就已經超級喜歡蘇格拉底這樣的人 雖然我對他的各種動作 了解是不完全的 那光這句話 另外這句話 我還曾經送給一個人寫書 的時候提了類似這樣的話 他說他除了自己知道自己無知以外 這個字打錯了 什麼都不知道 另外他對財富的看法 這些人對財富大概都是夠就用就好了 也不會太美 這個人 斯敏薩魯的兒子 亞里斯托森說他賺了很多錢 在任何情況下 他都會投資積累增值的利息 然後花光之後他又放出本金 這是這個人 亞里斯托森說的 財富跟好的出身不能給擁有者帶來高貴 相反的會帶來邪惡 孔子不是這麼說的 孔子說 貧兒耗禮 富兒什麼 怎麼樣 這個怎麼忽然間忘 財富跟出身 良好的出身 所以再找到富二代或官二代 或者什麼有良好的禮貌品性的 不是沒有吧 相對也比較少 他們一來就閒著心湯池出身 他誰也不必 都是人家奉承他 所以他的生活上面的習慣 會有一些不好的習慣 認為所有人大概都是要幫他忙的 或者他的下屬 飲食方面他非常節制 這點我是做不到的 他因為自己生活朴實而自豪 他從不相認爲而索取酬金 他常說他最喜歡的 最少需要佐食的飲食物 跟最少引起他渴望其他飲料的飲料 我有的喝就好了 喝就夠了 我不必要特別的 這些人在嘲諷他的居目中 給他很高的評價 阿里斯多芬就這麼說 那個正當渴望大智大慧的人 在雅典人和希臘人中 你的生活是多麼的有福 你的記憶力是多麼的好 你是一個思想家 能夠因為你的品格忍受勞苦 你從不疲倦 無論戰利還是行走 這個戰利打錯了 你從不因為寒冷而麻木 你不對早餐如雞似渴 您戒除 這邊應該打錯了 您戒除了酒和肥食 還有叫肥食 聽起來 現在所有的食物都不是 聞起來就很好吃 以及他所有無聊的舉動 就是他的飲食 我有時候光想到蛋糕 我就已經胖了兩公斤 你想這還需要吃嗎 唉 有的蛋糕做得真好 我就想如果下一輩子重來的話 我就不當老師了 因為真的是沒有 我寧願當個點心師傅或廚師 然後胖死 這大概是我下一輩子的一個理想 就在吃了自己得到什麼 世界點心最高獎的時候 贏過蔡依林 那時候蔡依林 他是翻糖蛋糕 翻糖蛋糕 好 有人他說世界上其他人是為了吃而活 他是為了活而吃 各位可以把這個記住 到底你是為了吃而活 還是為了活而吃 好 音樂、舞蹈、師哥 他在老年的時候 學會了拉七千琴 所以他就正活到老去 宣稱他並不認為 學會一種新的技巧 什麼荒唐 大部分人 包括我都會說 哎呀我們老狗啦 學不了新的把戲啊 就不學什麼的 會影片裡面 森羅芬說 跳舞是他的一種定期的習慣 他認為這樣鍛鍊 有意健康 孔子是唱歌 他是跳舞 他常說 我們不應當反感成為喜劇詩人的材料 這喜劇詩人就剛剛講的 亞里斯多芬尼斯 如果因為他們諷刺我們的缺點 他們會帶給我們來帶來好處 如果他們沒有那樣做的話 他就不會跟我們所接觸 所以人家諷刺你是會給你帶來好處的 好 對年輕人的忠固 這個忠 這個我們那個時代念固 我不知道你們這個時代 是不是還是要念固 還是念告 有一次他問年輕人 我那個時代 這個輕字一定要寫成那個輕重的輕 青年的時候才用這個 年輕是用那個 我記得以前這個區分很重要 但是這個翻譯好像不是這樣 所以你如果引用一個人說的話 那個話你知道他是錯的 在英文裡面就打中括號 裡面寫個拉丁文叫S.I.C.Sick 不是S.I.C.K 如果你這個自動翻譯你就校正寫S.I.C.K 你就麻煩了 中文大概就是原文 比方說這原來他就寫錯了 你發現他錯誤 你不能把他改過來啊 你在引用原文的時候 你是不能更動任何一個字都 你省略掉就六個點 六個點 這個我是遵守這樣子的當時學道 好人的德行在於什麼呢 他回答在於做任何事情都不過分 就是謹守中庸之道理 佛陀也強調你要謹守中庸之道 孔子也強調你要謹守中庸之道 這個蘇格拉底也強調你要謹守中庸之道 因為人們應當學習幾何 到怎麼樣的程度呢 到用它來大量獲得或失去土地 所以這個是有用的知識 那時候幾何學跟丈量土地是有關係的 建議年輕人堅持使用敬禮 中國的敬禮好像從漢代以後才開始 以實應敬禮者獲得善行 承諾者透過教育隱藏自己的缺陷 像有敬禮大概都跟醫美界有關 或者每次我去理頭髮 理完了他一定要說 先生你滿意嗎 我不滿意能怎樣呢 對不對 所以每次都覺得那是一個 就像按說我已經閱讀上面 而且已經什麼 然後我同意你就自己打勾了 你滿意嗎 我能說不滿意嗎 刀子還蓋你手上 誰知道講完不滿意會怎樣 有人問他自己是否當結婚 這句話 今天晚上我一定會再講一遍 結果得到這樣的答案 無論你選擇哪一個都會後悔 我就說蘇格拉里只是雅典最聰明 他不是水上最聰明 因為是否當結婚 表示是單身或結婚哪個好 我也經常被問到這個問題 我都說蘇格拉里告訴人 都一樣 反正你都會後悔 但這句話只對了一半 因為在兩個關係不好的時候 你會後悔 我當初單身過得好好 我幹嘛就跟這個人結婚 看我現在落這個下場 但同理 如果你在最好的時候 兩個關係好的時候 你跟任何一個人分享 所以你不會高興到 哎呀跟你在一起 真是我這一生最大的快樂 你看今天的夕陽 有你在一起 就顯得特別的漂亮 所以真正來講 關係裡面一定有好地方 一定有不好地方 有福同享 有難同當 不管你是結婚還是不結婚 這也是今天晚上我會講的 好判罪 這個後面等一下我們會提到這幾篇 好這也是講判罪 那時候原告有三個人 就是人家告他 告他兩個人罪名 一個叫阿尼圖斯 一個叫呂孔 叫梅勒托 這是不同的翻譯 所以你看到不同的書會類似 讀音相似 然後這個阿尼圖斯呢 洛奇聰聰代表工家跟政治家 呂孔代表修辭學家 梅勒托代表詩人 這三階層人都遭受到蘇格拉底的諷刺 所以這個某某人這個發 沃里諾 這是我們有看到的書 在回憶錄中說 波裏克拉底控告蘇格拉底的影響詞 是偽作 因為提到了什麼什麼什麼的 這件事情在死後六年才發生 事實也是如此 如果是這樣 那麼柏拉圖那個就是一個偽作 偽作就是你幻想 他當初可能會這樣講 但如果根據這個記載 那這是錯誤的 好 那他也說 這個詩宣誓是由這個人的兒子 德美勒托的兒子 德美勒托的兒子 美勒托 他可能沒有寫錯 他的兒子 有的是同樣的名字 控告這個誰誰的兒子 說 佛龍克利克的兒子 蘇格拉底 這個名字剛好是他爸 也是他兒子 對不對 這是剛剛前面講的 蘇格拉底承判的罪行是 第一個 拒絕承認國家所認可的神 希臘是多神的 不是一神 引進新的神明 這是一樣的意思 或者連帶 另外一項證明就是腐蝕年輕人 要求給他懲罰是死刑 等一下我們會稍微講 蘇格拉底怎麼說這件事情 好 那他說 這個都還是外在記載 說那些控制蘇格拉底的檢察官 就用了什麼樣的論證 說服雅典人 使他們認為他們應該由城邦處死刑 蘇格拉底這個人 我們為什麼要處他死刑 他的起訴書大意是這樣 蘇格拉底違反的律法在於 他在於他不尊敬城邦所尊敬的諸神 這是一個罪名 還引進了新的神 違反還在敗壞年輕人 大概就是 如果這兩項算一項 那就是兩項罪名 好 那最後的日子 這個我們等一下 在那個幾本裡面講到 蘇格拉底這邊說 我一生一世都沒有做過不義的事情 我以為這或許就是最好的身邊 這種身邊在現在是無效的 因為你一生一世沒有做 你現在還是有做 而且有人原告要告你 你要替自己辯解 你到底是不是相信希臘的神 還有你是有沒有腐蝕年輕人 好 這裡講到我的守護神 蘇格拉底一直認為自己從小到大 會聽到一個聲音 告訴他該怎麼做 如果這個聲音不是太嚴肅的話 我們大概認為這是良心 如果這聲音太嚴肅的話 或者太困擾他 這就是幻聽 好 那蘇格拉底顯然不是屬於幻聽的範圍 表示那是他良心告訴他 我們這樣的說法 好 這個等一下會有別的說法 我們等一下再看得比較完整的 蘇格拉底深變 是米利托斯 就剛剛那個一樣 說他不尊敬神 而且造新神 還有德爾菲神廟 阿波羅的神語 這真的是某種程度的非常冤枉 我們等一下說 最後他結變 好 這是這個 這個深變我們等一下都會提到 這有點重複 好 這非常有趣的一個事情 就很多有名的人死掉 都會做夢 夢死前 孔子夢墊於兩營之間 然後什麼 夏朝人是在哪裡 東街 另外周朝人在西街 然後他在中間 他大概是殷商的人 殷朝的後代 他本來就是殷商的後代 還要大概嗎 這是講什麼呢 講胡話的叫做 那這個也號稱蘇格拉底 在死前也做了一個夢 夢到說有人跟他說 第三天你就會來到 福西亞的臥野上 所以他就告訴說 我夢到有人這麼跟我說 這個意思大概就是 第三天我就會死去 然後後來他要喝下毒藥的時候 阿波羅多洛送了他一件漂亮的外衣店 他就在殷商復死 他說什麼是我自己的東西 這種東西足夠好到讓我活在其中 所以送我這東西是沒有用的 人死了 有的如果你信佛或不信佛 葬儀社都會推銷你一個黃色的被子上面寫佛經的 你可以蓋在那個死者的身上 那當然都要加錢 但通常家屬都會加錢 我的狗後來死的時候 有一個類似人類的葬儀公司來收 他也說你要不要這個叫什麼被來的呢 有一個名詞 我就說不用我們不信這個 不然的話我後來就問他說 這個被子要多少錢 就講了一個價錢 所以有些是錢的問題 好 好 這是過世的問題 好 等一下會講到 我這個做的時候重複 好 那蘇格拉有什麼弟子 這些繼承他被稱為蘇格拉理學派的人 最主要是柏拉圖、瑟諾芬、安提斯泰尼 在傳統名錄列的十個名字 最著名的是埃斯基涅這些人 我們大概知道歐基里的 但跟數學有關 跟哲學好像沒什麼關係 阿里斯、波提我們不知道誰 這些人略知一二 一般人 好 這有讚美 所有活著人中間 蘇格拉底是最有智慧的人 這其實是德爾菲神廟裡面的神域 有人去問神廟的神域說 啊 雅典最聰明的是誰 他說蘇格拉底 沒有人去問說 啊 我該不該出來選總統 你該 雅典的想法跟我們現在的想法不一樣 好 所以這是腐蚀年輕人這個 好 我們接下來進到比較細的 那後面的四個 他的對話路的這個說法 就剛剛我跳過去的地方 是因為我們要在下面做 稍微完整的介紹